今天是7月17号 我们今天维持了我们的第四个礼拜 再加一天的零确诊 那还有一位是重症 以及我们现在的财阀的部分有14件 到今天下午1点为止 我们目前花莲的疫苗接种的覆盖力 是23.5 23.5 那在全国昨天是19.6 所以我们今天是再加上我们的 这个昨天的1922 以及这个有一些专案 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的覆盖率里面是 23.5% 而我们的很多的专案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今天会完成 我们幼儿这个援所 以及这个托育机构专业人员的接种 交通部 交通部有关于台铁1000多人 以及公路总局 监理站气象局中华电信 NCC的中华电信 台阁大 还有台湾之心 这个部分会在下礼拜来接种 7月22号来接种 中央为给花莲县政府 我们为我们一到八类的相亲接种 那目前除了我们有一些专案的部分 5至2 5至3 都还在接种以外 另外就是我们还有部分的AZ和莫德纳 是可以打我们的六类和八类 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非原名 以及55岁以上的原名 在这里都可以在7月19号开始来预约 这是昨天称谓有说 7月19号开始预约什么呢 开始预约我们花莲的相亲 如果你没有打到的 就是我们的6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 5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 都可以到十大医疗院所 以及13个卫生所来预约 各位相亲一定要预约 因为这个征绩有限 所以一定要预约 在1922那个预约平台上 在昨天开始的第二轮的接种情况 整天的情况之下 那总共打了2876剂 预约数大概907 那我想到傍晚之后 就可以了解今天一整天 在诊所端的接种的状况 那在这里真伟也要提醒我们所有乡亲长辈 现在上离台风 还有一段一小段时间 尤其现在是周末 其实我们更可以透过周末 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居家环境 无论是直栽把它固定 或者是我们的树木 把它这个修剪 还有我们居家旁边的小水沟 属于我们自己家庭周遭的 也把它把它清理干净 梳理干净